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什么意思 你有什么理念 你有什么方向 有什么目标 大家都是台湾人 就是 你说台湾人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以前得逞过 因为大家一路让让让 台湾人就是要团结 台湾人怎么算法 我觉得我是台湾人 我觉得你不像的 要怎么分解法 怎么分解法 你不要为了夺得一个政权 有几年活可干 你就是连本都忘了 就没这个必要 你要跟孩子们讲 我们是哪里人 你现在说 我说你们讲母语很神圣 他说下一代的孩子 我们是台语 那民族人说 不是 你是讲我的话 不是 他跟他干起来他都不知道 因为大家模糊了 他就以为是台语 那我请问你 你民进党当选了以后 你要批公文的时候批用什么字 你要批公文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字 有台词吗 你要用中国字 这什么字呢 刘总 您这个 这台湾时间并不多 因为你现在选中华民国总统 这个在台湾选举就是 民进党长期来就是这样 我说我才是正宗的 你不是 你如果要选的话 你这个帽子带不完 那个是极少数的 涛哥 那个是极少数的人 极少数头脑不清楚的人 一般的人跟他讲清楚 讲得懂的 不要其中灭组 你说你祭祖 去祭祖是你的爷爷 有个坟 你爷爷的爷爷呢 那中国租 是这样子吗 不是吧 那你们每年都会去祭祖嘛 台湾人也很孝顺嘛 他们所谓说的台湾人 他要回去祭祖 那你祭到哪一辈才算呢 你告诉我 到哪一辈才算呢 你爷爷的爷爷呢 中国租 我不知道了 这是不对的 大家坐下来讲 我不相信老百姓听不懂 因为你们一直忽略到 没有去这样教育他 像年轻的孩子 你跟他讲 我就讲一舍略的事情 像沙尼他们听说都很激动 哦 这样子 我想五百万人的小国团结的时候 把阿拉伯人打成这个样子 我想那种荣誉 那种责任感 那种 就是孩子要有的 你要给他们知道 你们投这一票 要告诉他 不要被骗 要跟孩子们讲 这一票是你的前途 你有自的权利 弄清楚在头上去 一直没有跟他讲 所以一上来 我要是台湾人就跨了五十万票 这太容易了 这这种人要消灭 不是 台湾民众到时候自己来做这个决定了 不过刘导演说 我这是我的想法 我就这样子 我讨厌这些搞虚假的 我讨厌搞这个gay先的 有什么话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在台湾这样能够选 能够联署成功吗 最近施明的主席写一本书就叫常识 刘导演所讲的都是常识 可是台湾选举不靠常识 天面就不靠常识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可是敢大声讲出来的其实是很少 因为中华民国在选举里面太容易被操弄了 连李登辉出国都要撑台湾来的李总统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那当然这么多的常识在选举里面 很多东西是混淆的 台湾选举看一般的 我们不是在选常识 过去沈璐雄说 我反对任何人用爱台湾来破坏别人 那时候坑枪有力 他是跟民进党的 跟汪笨如他们对骂 骂到最后是他漏捡了 是沈璐雄漏捡了 每天天用爱台湾来破坏别人 沈副雄委员就是这样子 自己反而被民进党给扫出去 沈副雄委员有人格 立法委员少做一次 没有选票 没有选票就不要干了 是啊 要有人格 你说你当了以后 人在背后瞧不起你 你没有人格 你再弄这么大的权 人家不尊敬你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不是 可是在台湾在过去 陈水扁执政八年最大的一个伤害 然后伤害了这个经济 伤害 伤害最重要的就是是非价值 所以你现在讲的说 开口闭口 得到报应 才劳利吗 开口闭口 可是他如果现在出来 还是42%的选票 不会吧 还是 肯定是42% 不 我觉得其实选举 坦白说真的没有那么理性 坦白说选举是一个 有的时候是很冲动的行为 就是在于说你能不能够讲出我的那个梦想 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被教育到了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用什么独立 制宪 什么建国 这一类的这样的名词都不需要 你只要冠一个台湾的名词 对他来讲 他就有很多高度的未来想像 建国 独立 这一条路 他有一个高度的想像 所以他可以为了那个高度的想像 牺牲很多 刚刚你们所提的是非价值 可是我这边提 我觉得 我觉得过去在国民党当中 是很不敢 我一直说不够勇敢的地方 是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有一段期间国民党 是要把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个字拿掉的 还在讨论说要不要加上台湾两个字 变成台湾国民党 我记得许信良他当时讲了一句话 他说 中国国民党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中国那两个字 因为你有中国国民党 这前面的中国两个字 你跟共产党在谈判的时候 你不用再谈一个中国 因为你就是中国国民党 我们稍后再回来 这是刘家昌先生说要参选总统 稍后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场几位来宾 说这个联署都很困难 但是刘家昌先生说了很多过去政治人物 不敢说的话 稍后 高兴 山川重临 不山风龙 天荒世州 冬亚沉雄 不自包自禁 孤孤孤自宗 望我拼出 出境大头 穿越外面 连怀出现面 沙漠 望我拼出 出境大头 穿越外面 连怀出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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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昌导演说 马英九先生 或者蔡英文 都不把中华民国真正的彰显出来 尤其他针对是马英九总统 那就要竞选 9月20号就要竞选总统 这是你刚刚看到的这个画面 然后你现在认为说 我看了蛮感动的 这就是我们要 要给孩子们知道 你是中华民国国民 你要很骄傲的站出去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 这是你一个领袖要做的事情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当他在780万票高票当选那个时候 他应该坚持中华民国 那个时候就不妥协了 他有这个power 有这个 有这个 但是一直推推说说 推推说说 说的 我想敌人呢 你不消灭他 他就攻进来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所以总统要硬起来 你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怕做对的事情 对的事情就做到底 就要做到底 你为什么呢 一个领袖一定要有魄力 一定要有一定的魄力 我们这样的瘟瘟的搭好人 当神父去吧 你到国家领袖要有 对孩子们下一代的交代要有 他说不是现在只混我们现在这几年 这我们都一直在排队了 就是不是混这几年 要将来长治久安 怎么给孩子想办法长治久安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做的事情 要是我的话 我马上都到了谈判 就是和平协议了 就和平了 我们不打仗 先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框架之下 下面都是才会发展 全面开放 多一个团来这里观光 我们就多几个服务员上去 不是这么个概念吗 就是要做了 不分不分 这个都市开干嘛 开了就是开了 你怕什么说卖台湾 台湾怎么卖啊 这么大的地址 一块一块挖吗 不要理那些东西了 对不对 这个敌人不会讲好话的 但是到最后当选不上不是白搭 不他如果硬起来的话 我跟你讲 当然都会醒啊 通通回来了 如果你本身要硬 大家才支持你嘛 要打仗的时候 你自己微卧 说说我们怎么支持你 那么韩子打就上去了 没一窝蜂就上去了 你刚看到那个 这个中华民国的 我看你声音都有点哽咽 对不是 看到很少看到 这画面已经太多年了 在政治人物竞选广告上面 很少用 很少用 所以但是你现在还是要 9月20号还是要 他这样子我就不选 你们不要笑 我不是 我就说你们不选中华民国 我跟你讲 我连两点钟约了 美国大使馆 当期美国公民 我都已经约好 我早晨领了表 我下午就 你们不认同中华民国 我来 我跟你讲 真的要有这样的人了 他跟你们这个节目 可以有多大影响力 如果你们每天 一点点 一点点教育 台湾的人民 告诉你 你们是哪里来的 不要被他们骗 他们就是用台湾两个字 在骗你们啊 你听懂吗 他们一点都不付出 一点不要努力 就用两个字就可以把你骗了 一直讲 讲个半年 我不相信他还有42% 因为大家不讲嘛 但是你们温和 你看看那个 办什么 办绿的台 你看看他们讲话 我听过 我就听不下去了 我不能听 这不是人话来的 我就转了台了 再看你们的 他们那些人 反而会鼓动人 你太高格调 他们还没到那个城市 你讲道理在台湾没有 对 要有一点魄力 就出来我们大家 一起来影响 对 就一起来影响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 刘导 这个说 如果这样情况持续下去 你这个参选也就不必了 对 不是他如果是这个 为主族 用我们的国歌 他认同中华民国 要教育孩子们 都是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要以中华民国为骄傲 对 我同意刘导的讲法 其实马总统就坚持这样选 这样选就算输了 输得漂亮 对 输得干净 输得漂亮 真的 如果坚持说中华民国 这样会输 那也没话讲 没有 这是 石敏德主席那本书的尝试里面说的很清楚 中华民国就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他就是台湾 而且他不但这样讲 他讲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且他特别强调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我要告诉大家 中华民国 如果今天马英九可以标举一个理想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事实存在 在两岸事实存在 而且我要努力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事实存在 我认为是有梦想的 这就是台湾的最基本的一个共识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 还有什么台湾共识要立法的问题 这是刘阿昌先生 就为了这个选举本来做的一首歌叫 不涉盲 希望大家不涉盲 你是这样主张 谢谢刘导演今天针对这个说法 非常清楚地表达他的看法 台湾民众是怎么样的观察 将会来新闻一种会 欢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没关系 记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